嘉一名30岁的柳姓男子 三年前开始陆续基前牌照税 过路费等等超过了70万的费用 导致他的宾室爱车被插扣保管 虽然当下十分期缴钱领车 但是只找了三期就没有再缴纳 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车子再度被扣押 不缴钱就要被罚拍了 而这回车主他是着急了 乖乖抱着63万元的现金 把基前的费用全部缴清 崭新的白色宾室轿车被贴上封条 准备进行脱掉 因为这辆车的主人欠税迟迟不缴 为何会这么大费周章 因为嘉一这名宾室车主 30岁柳姓男子 从109年开始就基欠牌照税 健保费跟过路费 一共基欠418笔 超过70万元的费用 警方在109年11月12号 就脱掉保管他的爱车 当时他立刻缴纳10万元 其余欠款请求分歧缴清 但没想到他仅缴纳三期 就不再缴了 警署人员在今年4月20号 再次查扣他的爱车 柳姓男子急了 日前抱着63万元的现金 把基金的款项全部缴了 分署再三强调 如果义务人持续不缴纳欠款 一定会查封车辆进行法拍 请欠税费及罚还义务人 千万不要存侥幸心态 这蔡春吴嘉宜报告